故事2.1 小丽提出了这几年的积蓄20万作为创业基金 我们称它为原始投资额 所以小丽就是这家小永和豆浆店的股东 此时小丽可以制作一张小永和豆浆店的积分卡来记录交易情形 积分卡的左栏写下现金20万 这是指企业拥有的资源 右栏写下原始投资20万 这是谁的投资 就是小丽它是属于原始股东的投资 最底下各列为总额栏 总额栏各为20万 思考题左右两栏的总额是有关联性的吗 是的 他们必然是左栏等于右栏 而且数字是相同的 此时要告诉您的是最基本的会计观念 会计横等是 左边一定永远等于右边 故事2.2 小丽之前由于现金不足 所以必须向银行借贷 才能支付所需要的款项 此时就产生了 负债 负债是指过去交易或其他事项所产生之经济遗物 能以货币衡量 并将以提供劳务或给付经济资源之方式偿付者 于是小丽就向银行借款30万元 向设备商购置25万元的生财器具 及5万元的运输设备 目前小丽所拥有的资产包括了20万元的现金 25万元的生财器具 5万元的运输设备 其中30万元的固定资产是向银行借来的 因此也产生了银行借款 即为负债 由于负债的产生 会计横等式的右边将包括 负债 小丽向银行借的款项 以及股东权益 小丽自己的投资 他所形成的报表 我们称为资产负债表 资产等于负债加股东权益 因此小丽 小永和豆浆店 目前拥有的资产为现金和固定资产 负债为银行借款 股东所拥有的则是 企业剩下的价值 就是指小丽的原始投资额 也可以写称股东权益 净值等于资产减负债 股东权益在会计上又称为净值 也称为净资产 即资产减去负债 它也表示股东对企业 剩余资产的求偿权 所以股东权益又称为剩余权益 我们接着可以来看一下 根据会计横等式 及会计名词 可将小永和豆浆店的资产负债表 劣势如下表 资产包括了现金20万元 固定资产包括了生财器具25万元 运输设备5万元 资产总额为50万元 右边为负债 银行借款30万元 股东权益原始投资额20万元 负债与股东权益总额为50万元 动动脑 一 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之定义为何 资产 企业所控制之资源 该资源是由过去交易事项所产生 且预期未来 可产生经济收益之流入 负债 企业之限有义务 该义务必须以某一方式执行 股东权益 及资产减去负债 通常包括股东权益 及累积损益等科目 二 何为基本会计方程式 资产 等于负债 加股东权益 三 资产与负债之差额 代表股东权益 及所谓之禁止 是否正确 圈 是正确的 四 资产增加时 股东权益必等 等额增加 是否正确 错 当资产增加时 股东权益并不一定等额增加 五 企业未获得收入所耗用的成本 为之 A 收入 B 费用 C 资产 D 负债 B 费用为正确答案 才是正确答案 7 下列合者会导致资产及负债同时增加 A 收购设备 B 收到股东现金投资 C 提供服务而收到现金 D 收到当月水电费账单 但尚未付款 A 收购设备 会导致资产及负债同时增加 A 下列有关会计要素兼关系之叙述 何者正确 A 营业产生亏损 即是代表资金减少 B 负债与股东权益 表示资金的来源 C 资产增加时 业主权益 B 等额增加 B 负债与业主权益 表示资金的来源 才是正确的 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本单元结束 同款 招案 4 3 6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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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